明杰刚刚看到的是澳洲60分钟的新闻节目专题分析报导 全方位的备战中国 对刚刚的画面很壮观 那看到整个美军 那率领可能有十几个盟国 那在海上进行阅兵 中间包含像这个尼米兹的航母也好 或两栖突击舰 各国的海上不管巡防舰驱逐舰 这个零零种种数十烧 那这一个阵仗其实应该是过去环太平洋军演 RIMPAC的画面 那澳洲也有参加 所以拿来说 这个整个印太地区 其实整个海军已经结盟起来联合 当然剑指中国 那要维持这么大的一个盟友 特别是军事上面的合作 那美军在全球其实都有军事部署 现在全力以台海为核心 强化整个印太地区的这个战力 那美国2025年 它的年度国防预算 那今年要来到高达8498亿美元 那合计台币将近26兆 9,675亿 那这么高的预算要用于什么 其实这个五角大厦 用了一个外界可能觉得很模糊的名词 叫综合威责 那问题是它要威责谁 那当然最主要目标就是指向中国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这么多的预算 我们中间大概简单讲一下 拆解它的预算用在哪里 为什么有这么高额的预算 因为目前来讲以明年度 它预算绝对还是这个中国军费的四倍 那中国当然打中脸充胖子 经济发展不好硬是要编 这如同其实也是中国的军委何卫东讲的一样 这都是虚假战力 那这个没有钱还要把表面做出来 那美军基本上来讲 中间8000多亿美元里面 有很高的预算500亿美元 用于核武库的更新 其实这算是一笔不少的钱 那包含它在打造哨兵 最新的这一个洲际弹道飞弹 用于取代应用兵三型 那陆基的这个核武 那水下潜射的这一个核武 主要是哥伦比亚级核潜舰未来打造10艘要取代 目前14艘二亥2级 另外当然还有包含像最新的B21 逆中轰炸机100架 其实未来可能会增加到145架 那另外当然核弹部分 最近不只是F35挂载B6112 获得这个空射核武的认证 它也在打造爆炸威力更强的B6113Mod 13 另外还有包含像 其实光美国空军 光空军一年就是2171美元的预算 这比很多国家所有整年度的预算 都来得高 那中间包含要采购的F15EX 那F15EX这个号称这个火力卡车 弹药卡车 未来有可能前进部署到冲绳 换旧型的F15 CD 另外像F35A这些采购 虽然今年数量是有减少 不过很重要就是说 先前落马已经宣布F35A 量产破千价 已经有一千价 在整个东亚可能有部署400价 那已经进入全量产的模式 未来至少一年会打造100架以上 那美国空军未来要买高达1763架 另外还有18个国家都在共同使用 所以光这个部分 其实刚刚在讲到说 歼35跟这个F35怎么比 歼35还在原型机 人家F35已经有一千架的数量 而且是一个很成熟的机种 甚至在这一个以号冲突里面 其实我们看到 F35I以色列的这一个逆中战机 直接就已经在这个空战中使用 那性能非常的好 另外他光美国海军 他的预算也高达2039亿美元 这个部分包含像他要打造这个陆续 包含像这维基尼亚级的核攻击潜舰 伯克级F3型 还有甚至像新型的星座级的巡防舰 另外还有包含像航母 有两艘第三第四艘的福特级 企业号米6号预算都在这个之中 另外还有舰载机F35C也会采购 那最近这个维基尼亚级他的这个下水跟打造速度非常的快 基本上来讲未来他要打造66艘的这个维基尼亚级 算是未来美国海军水下战力的主力 那现在已经有22艘服役 还有13艘在建造之中 其实我们陆续都谈到 不管下水或交舰 最近又有最新的一艘叫艾达河号 那他这个进行所谓的植品命名的仪式 那他从这个舰身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其实这一艘这个核攻击潜舰 他盾位其实不小 7900吨水下满载的情况之下 那基本上我们讲到跟国舰国造海昆号相似之处 他的这个繁造部分也是采用光电的这个尾杆 都是很先进的技术 不过当然维基尼亚级美军的核攻击潜舰 第一个他核反应如 他的这个水下噪音非常小 这是共军追20年都追不上的 另外一个很特殊 他尾部你可以看他也是包起来 还有一个叫泵喷推进系统 他这个尾部加了一个环罩 等于是在水下的时候 他可以增加他的推力 同时减少较这个水下噪音 这个外泄有反射 所以这些设计都是最新的设计 未来他会作为水下主力 另外还有刚刚讲到说 这个美国在关岛 美军对外展现B5CH轰炸机 的基地下面本来只是挂载 一枚HM183L 这个新式的ARRW空射的高层数飞弹 那现在美军进一步公开说 他在这个3月17号 直接在关岛附近的空域 进行尸弹的射击 那这个当然挑明的 就是做给解放军看 因为我们看到解放军 前两天也对外发布了 他用HOME 6N 那来挂载所谓的英纪21 同样是高参数飞弹 那这个部分当然 未来测试有两种可能 一个是这个ARRW这个计划 会不会继续 因为过去确实有失败 但是现在来讲 六次四射大概有四次算成功哦 有可能会持续进行 甚至直接部署 那部署在关岛可能性非常高 另外一种可能性 就是说 这一次过程中 也在收整他的飞弹的参数 那可能作为未来 他有另外一型叫 这一个HCM超燃冲压引擎 这一个高参数飞弹 那使用未来到底发展哪一型 也有可能两岸都并程哦 那我们刚刚讲到说 纵然中国有这个H6N哦 那用加油袭奈号称说可以挂载 英旗21直接袭击到关岛 但是实际上哦 其实我们就如同在讲的 就是说 共军里面很多的虚假战力 我们过去都一一拆解 包含像你今天哦 红6N纵然有加油的能力哦 我们要问背后是说 你有几家加油机可以使用哦 过去来讲 如果是他最新的运酒 还没有改成运油酒之前 基本上00总统 过去跟这个苏联也好 俄罗斯采购大概只有十几架 但是反观美国光加油机有多达500架哦 这数量是没有办法对比的 换句话说 你今天纵然有红6A 红6N 第一个他也出不了岛链 因为你经过公国海峡哦 我们知道日本在周边部署 非常多的防空飞弹系统哦 你要从巴士海峡出去 同样未来台湾甚至菲律宾 也会有这一个防空飞弹指向你哦 出不到 就算你出得了岛链 要飞到那里后续的这个加油 其实是困难度非常的高哦 所以过去为什么红6N 我们印象中早期其实也曾经用轰6来绕岛 那为什么没有护航机来护航 因为他实质上哦 不管是苏凯30哦 这些战机 他的航程并没有那么远 因为缺乏加油机 那现在当然有运游9 但是他数量不足的情况之下 这些威胁我认为都恐怕有限哦 那还有回到哦 整个台海的这一个 战局到底会不会升温哦 那先前华街日报 当然有一个特殊的这个新闻哦 提到说他用影片的方式呈现去年的CSIS 华府智库 模拟2026年的这个台海兵推 中间那外界关切到说哦 这一个最后展现的画面 他的主持人哦 有提到说 这用F-22逆中战机 跟美军的核攻击潜舰在台湾南北哦 去夹击共军哦 不过他的这个主持人 肯西亚也强调说 当然这场战局最后哦 当然美国日本台湾是胜利 但是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那当然只要开战 当然不管哪一方都会受到严重的伤害 所以要必须要避免战争的发生 不过我们这一场兵推 我们看一年来哦 是不是美军还有存在当时兵推 这个场景的弱点 包含他反舰飞弹库存不足 或者是说哦 他的地面战机哦 在这个不管日本的冲城基地 或关岛都被袭击 那当然有这样的问题 他就会强化他的这个防御的打造 所以刚才讲 美国特别是 2025年他的国防预算里头 其实有一项叫太平洋威责倡议 就拨了100亿美元 那太平洋威责倡议 其实是喊整个亚太盟友 中间其实也有放部分 是可以协助台湾对抗中国 不过这个部分 他是以关岛打造他的防御网为主哦 那所以为什么先前 美国国务院要单独 对台湾列项哦 那单独拨款给台湾 这个进行军事融资 也是这个用意 就是说你今天专款可以专用哦 就不用跟这个美军来抢预算 同时还有巴黎像这一年来哦 其实很重要 他中间一个重点 就是说日本未来是不是 提供美军基地 或者是直接派兵参与哦 都会影响到整个战局的发展 但是我们看这一年来 特别这几个月 还有这一次 你看布林肯访问菲律宾哦 未来菲律宾 绝对也必须要纳入兵推之中 因为菲律宾 不只是说现在军演 或者巴丹岛 他的战略地位角色 未来会驻军 可能性越来越高 美飞共同防御协定 其实还有很大升级空间哦 不只未来可能部署 逆中战机F-22 直接放在这个菲律宾 甚至哦 他的陆战队 多禄银特检队 地面部队也会在这里使用 那当然 大批的这个反舰飞弹 也可能进驻之外 其实我们要观察 就是未来他也有可能哦 仿造南韩或澳洲模式 因为南韩你可以看得出来哦 南韩现在因为北韩的核武威胁 提出了核保护傘的概念 所以为什么美军B-52H轰炸机 直接降落南韩 甚至核攻击潜舰 这一个访问釜山频繁 那未来其实菲律宾提出同样的需求 那美军的B-52H 甚至B-2A轰炸机 也同样可以飞到菲律宾 所以这样在这种 所谓战略布局之下 未来哦 如果再举行所谓台海兵推哦 可能会增加了 菲律宾的这个兵力的部署 那整个美日台飞合作的可能性 当然也会越来越大 哈喽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 叫做林冠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按下小铃铛